中美关系已经到了非常关键时刻 美国智库难得公司的预言 与中国一战果真会成为事实吗 蓬佩奥指中国为非正常国家 呼吁各国与美国一同来改变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为何激进摊牌 全球GDP之首中美祸将提前异位 为什么 对付中国 美国首中还剩下什么王牌 美国会切断美元跟中国的关系吗 视频大财经关注 天下大财经首先十万事件 欢迎回到视频大财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 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 发表了重磅演说 直指若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 它必将改变我们 还说盲目和中国交往的旧典范 完全成不了事 他甚至说中国不能被视为正常国家 蓬佩奥出言无状 真的是让人惊讶 而对到更早之前 蛮横地关闭了中国的休斯敦 中国总领事馆 美国这一连串的脱轨的言语行 究竟该怎么看 又该如何解读 石先生您有什么分析与评论呢 我想我先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观察跟研判 先跟大家说几个重点 接下来再展开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 其恶劣的程度是前所未有 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 第二呢 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对于包含台海在内的西太平洋的形势 做过一个大致的判断 我用12345来作为 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一个指标 那么1950年朝鲜战爆发之前 当时我认为应该是4 1958年也就是金门炮战 我认为是2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也是2 但是2020年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认为应该是4plus 这是第二点 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有着味道了 那么第三呢 就是三年前呢 美国智库兰的公司出版了一本报告 那个报告的题目呢 就是与中国一战 想一想那难以想象的战争 那么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 那么现在再仔细看看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启发跟歧视的 所以石先生 您的总结与研判是什么呢 三点嘛 第一就是抛弃幻想 第二做好准备 第三面对斗争嘛 而石先生为何您一早 对这个台海形势 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察与研判 您对于蓬佩奥的言论 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觉得意外吗 基本上不意外了 因为这次他演讲里面 虽然用了很多新的概念 新的词 比方像新暴政 或者非正常国家等等 但是他的论点跟逻辑 基本上我们都很熟悉 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那就很厉害了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那就开始要把这篇文章 做个简单介绍了 那么这篇文章基本上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美国承认 并且感到对过去的 对中国的一个政策的研判 承认错误 并且感到有点后悔 那么第二就是延迟批评中国 目前的一些各种表现 那么第三就是表达出他自己 或者呼吁世界各国 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中国 会来怎么样来改变中国 所以看起来这是一篇精心布局 撰写的演讲稿呢 是的 那么所以BBC就英国的广播公司 就把这篇演讲称之为 新冷战演说 也有人称之为 讨伐中国的一篇习文 我觉得是有这个味道 因为这篇文章里面 确实相当重 第一首先 你要让美国这么一个 自傲的大国 承认他自己犯了错误 这并不容易的 那么第二呢 他对于中国 用这么重的词来批评 你要知道 他跟中国的关系 过去相当不错的 怎么能够对一个好朋友 老朋友 用这个词来批评呢 那么第三 他又呼吁全世界 就共同站在他那边 来共同来对付中国 那么这些基本上 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一种说法跟做法 的确 如先生您所说 您这么一点名 确实是很有习闻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想要来 将这个蓬佩奥的这篇文章 拆解一下吧 好的 那我刚才讲 第一部分呢 第一部分就是他承认 并且后悔 他过去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我们知道 1979年 他开始跟中国建交 那么他说 他们当时是希望 能够跟中国建交呢 能够改变 或者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然后呢 希望能够带动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言下自己 就希望能够成为美国 但是很遗憾 他说几十年下来 中国经济发展了 但中国的政治呢 还是原来的老套 还是一党执政 还是中央集权 那么甚至于西方所强调 什么人权民族自由 中国也有他自己一套 不跟着西方走 也就是说 美国因此感到很失望 很挫折 而且似乎呢 感觉到他被骗了 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说 你中国的经济 因我之助而发展了起来 但是政治方面 却始终坚持你原本的那一套 你要说骗了 或者没骗了 我是严格地说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坦白讲 你美国当年四十年前 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你也是基于你个人 你国家的本身的国家利益 你当然很清楚 中国的体制是什么 对不对 你怎么不知道呢 因为各国国情不一样 选择各国自己 适合国情体制 没什么不对 但是美国我们知道 他很傲慢 他很自大 他对于他那套体制 从来就有一种非常的 你说自恋狂也好 你说这个傲慢感也好 他觉得他那套是世界第一的 我老实讲一句话 三十年前 他如果说他那套世界第一的话 我相信很多国家 还觉得还能够被他说服 但今天你看看美国的表现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说服力了 蓬佩奥还有这个说法 我觉得他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是 我们说傲慢之下 必有偏见 所以其实在美国的心目中 他认为 这中国体制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第二部分 就刚才开始批评中国了 用字潜质非常重 他说中国现在叫新暴政 他说中国是一个不正常国家 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中国的军队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军队等等 从来没听过 有这么严重的批评的 所以美国要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篇文章 用第三部分就强调 一方面美国说 我自己要怎么办 二方面他呼吁世界要怎么办 美国说我过去对中国来讲 是不怀疑的 是信任的 但是我会查证的 但现在以后开始不对了 我现在是从怀疑下 来进一步来查证中国 那么至于世界方面 他呼吁全世界自由世界 所谓的自由世界 大家一起来共同要改变中国 因为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被中国改变 所以他希望全部的其他国家 能够站在美国这边 来共同对付中国 好 在我们了解完了 蓬佩奥这篇所谓的西文之后 那么到底各方 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中国方面的评论 当然是官方的 外交部的发言人的 他讲到几个重点 他首先这篇演讲 基本上是代表美国西方世界 又开始有这个 新十字极东征的一种心态了 那么第二 他用了一个中国成语 叫匹夫汉术 来形容蓬佩奥的言行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看了以后 觉得基本上都有同感的 你小小东西 你怎么能够动这棵大树呢 大树当然就是中国 第三呢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特别强调 呼吁世界上 喜欢和平的 关注和平的 所有的国家跟人民 都应该站起来批判 来拒绝美国这种破坏 和平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第三条非常重要 我觉得今天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中国要呼吁全世界看清楚 中国 美国实际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乱源 美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像培佩奥这个美国 这个官员 根本就是在某种身上 我用比较严重的话来讲 根本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 跟差不多的一个行为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那还有其他的论点和评论呢 再可以介绍一个就是西方的 就是美国过去以前的 亚太国务主卿罗素 我觉得他讲的话也是一针见血 他看这篇演讲稿以后 他说通篇是荣常的 意识形态的咆哮 我觉得他这个观点 我还是非常同意的 所以您是很同意 这罗素的观点跟分析 对 那么特别同意 他用意识形态的四个字 来形容美国现在的一个心态 我们注意到这个 蓬佩奥这篇文章里面 确实 因为美国我刚讲是 非常傲慢自大的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 他对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跟那一套体制 有一种自恋狂 有一种傲慢症 认为他这一套 是全世界放租 为接种而最好的 我刚讲过 30年前他这么说 也许大家还有很多人 基本上会同意 但现在的话 你美国今天这个表现 你根本没办法再说服人了 但是我认为他今天用 这个意识形态 特别强调 我觉得他为这个新冷战 在做一个铺路 那么关于美国 现在正准备要发动 对中国的新冷战 这部分非常重要 我们下个星期 还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就暂时先不谈啰嗦 但您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意识形态 您认为确实仍是 中美两大国之间的 基本矛盾吗 也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 是导致美国目前 与中国对立或对抗的根本原因吗 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到41年前 当时中国跟美国建交的时候 中国那套体制 中国意识形态 跟现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美国还不是建交的吗 美国当然很清楚嘛 所以我相信蓬佩奥 他自己也知道 有这么一个破绽 所以他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 他说是 是 我过去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变它 但是很失望 我们没办法改变它 所以他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 是 但如果说这个意识形态 并不是美国将中国视为 是最大对手 或者是最大敌人的原因 那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句话 我觉得美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霸权傲慢政 或者叫霸权傲慢政侯群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世界上 做老大 做第一 你比方说1890年 GDP超过英国 1918年 一战之后完全超过了英国 然后到了1945年之后 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他们作为全球老大 起码已经有三代到四代了 甚至五代美国人了 这个三代 四代 五代美国人 一生下来都知道 那不需要交的 他就知道我们是老大 我们不但是老大 而且我们当然永远是老大 这一点都没有怀疑 没有悬念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去面对万一有一天 他不是老大 不是第一的那个状况 那现在他开始出现这种感觉了 也就是说美国这种自认为 全球第一这样的心态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实在真的很难想象 他要如何面对 他不再是老大了 你讲的一点没错 2010年就是关键时刻 因为就GDP来讲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老二 全第二 那美国当然是全球第一了 所以美国已经感觉到 后面换了人了 后面变成中国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中国跟美国双方交路 休息底的陷阱 你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同时发生 奥巴马上台没有多久 就是2009年上台以后 就开始对中国采取 所谓重返亚态 遏制中国的战略 折射出来就是美国那种焦虑的心态 已经开始出现了 确实石先生在过去 跟我们谈了非常多 而且还可能是最早强调 用这样的概念来分析 中美关系的 那么我也记得说 您曾经有提过说 关于休息底的陷阱的 三个阶段 一定没错 那么我认为休息底的陷阱 可以根据中国跟美国 GDP的变化相对的关系 来把它定义 比方说2010年 中国是第二 美国是第一 那么当然符合休息底的陷阱 老大跟老儿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老大跟老儿之间的差距 是逐年在缩小的 因为两国经济支障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的预期 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 中国正有可能 GDP会超过美国 那如果是这个之前 那就是1.0阶段 2030年中国变成老大 取代美国之后 那就是所谓2.0阶段了 那从1.0到2.0 你可以预期中国跟美国 这个因为GDP差距的逐渐缩小 而造成了紧张矛盾的关系 也就逐渐地会与时加剧的 所以事件事您很早就提醒了 大家关于这样的一个形势跟趋势 还有一个3.0呢 3.0是我独创的 因为休息的陷阱里面 当时2400年前 那位伟大哲学家 并没有提到那个 我下面提的概念 你可以注意到 不管在1.0中国老二 美国老大 或者2.0时候 美国老大 中国老二 中国老大 美国老二的时候 都有一个 过去前所未有的老大跟老人关系 那就是 无论是1.0跟2.0 我们发现到 中国跟美国恰恰又是一对 最大的债权国 跟最大债务关系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那么这种关系的存在 当然会使到原本的紧张关系 一为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值得特别强调突出的 所以我把它叫做3.0 确实如此 这就是当前中美大矛盾 而且大冲突的关键本质 所以看起来这样的一个矛盾 还将会玉石俱进 玉石俱深 好 我们说 接下来到底继续发展下去 会变得是如何 是否真的会爆发军事冲突吗 先休息一下精彩内容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时评大财经 讲到了中美关系的矛盾本质 我们很清楚 只要这种老大老二的矛盾 让美国霸权感到不自在 感到焦虑 中美关系就会持续地紧张下去 而且还会越来越紧张 但谁生这个趋势 又是必然的 是不是呢 应该是必然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现在到未来 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出现很大幅度的变化 应该不会太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平均要比美国经济增长率 要来得更快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GDP跟美国GDP差距 是一年一年地在缩小 所以对美国来讲 由于这样一个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它的焦虑感 也会一年比一年更强大 是 您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按照这个趋势 如果推估下去的话 中美GDP很可能来到了 2030年左右就会异位 到时 到时的话 当然美国的焦虑感 肯定要比现在还要更强大 所以我说美国的霸权焦虑症 从2010年开始算起 到现在为止不过10年 这个10年里面 从奥巴马时代 到现在特朗普上 你可以看到 折射美国焦虑症的强度 是越来越大 所以美国动作越来越大 这才不过10年 如果一般经济下算法 那么两国经济增长率 按照过去这段时间 稳定地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就估计大概 再过10年左右 2030年前后 那么美国可能跟中国的GDP 就开始互换位置 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旦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美国霸权焦虑症 一旦在发作的时候 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 一些反应跟动作 你就稍微可以推想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那如果说真的是提前出现 又会是什么原因呢 你讲的没错 这个2030年是 之前我们所估计 美国跟中国意味的一时刻 但现在看起来 有可能会提前 提前的原因 就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过去之所以会估计到 2030年是因为 假设中国GDP 每年是6%左右增长 美国是3%左右增长 但是疫情之后 可能这两个数字 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 这次的新冠疫情 对于中国跟美国的增长率 有着不同的影响了 对 虽然两国的增长率 现在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幅的下挫 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 今年2020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 大概还是能够维持1% 也就是唯一的增长 就在主要的国家经济体里面 是唯一的增长 美国的情况相当糟 美国现在第二季数字 快要公布出来 据说有可能负增长 它是环比了30% 但是换算是年增长的话 有可能2020年 全美国估计增长是负8% 所以你看原来我们刚刚讲 早先的估计是6跟3之比 那现在的话就今年来讲 就是1跟负8之比 就相当差距变成9了 当然明后年的情况 有可能会在混缩下 但光这一年就会影响到 未来最终的结果 所以我们有理由去推测 中国跟美国GDP 这个老大位置 换位置的时间 要比2030年来得更早 我个人的直觉判断 应该是2027年2026左右 所以这么说来 按照这样的形式 发展下去的话 州美的GDP 也就是他们中间的 会更快速地缩小 他们的差距 那么导致中国GDP 超过美国GDP的时间点 其实会比预估还来得更早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趋势 如果果真是如此发展的话 我想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么中美关系要比一般 预期或者感觉中的速度 更快地进入到 比较更矛盾 更紧张 更对立的一种状态 但这么一来 不就让人更加的忧心 跟忧虑了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话 能否研判一下 中美关系最终会是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以前曾经提过 我一直认为中美关系 最终会发展成一个 全球范围之类的 激突关系 这个激突可能存在着 各种不同的互动模式 总的来讲 不外就四种 就是美国跟中国 作为一个激突互动的关系 不外就是竞争关系 斗争关系 合作关系跟交换 就竞争 斗争 合作跟交换 您刚刚特别提到 竞争 斗争 合作跟交换 那么一直以来 中美之间都是属于 这种竞争的关系比较多 但就眼下的形势来看 相互竞争的现象跟机会 已经快速在缩减之中 反而是斗争味越来越浓了 我完全同意 如果这个趋势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中美关系比较突出的 可能就三个模式 第一就是斗争 第二 合作 第三 交换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以斗争为主了 还会有合作跟交换的机会吗 会的 会的 这个合作跟交换永远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性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两种可能呢 直率地说 就是当斗争斗不下去的时候 就双方面如果发现 斗争斗不下去了 那么也许那个时候 就会想到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时候合作跟交换 就有可能会出现了 那我这里补充一句 这个斗争呢 其实跟战争 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的 战争是斗争的一种 但斗争并不等于是战争 斗争是包括了战争在内的 许多各种其他的 各式各样的矛盾的 互动的行为 这道理是听得明白的 那么以目前中美关系来说 的确是存在的许多的斗争呢 是的 你讲许多斗争的 我们回想一下 光是特朗普上来以后 从2017 2018年开始 美国就针对中国 打了各式一样的牌 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战 你比方说贸易战 科技战 舆论战 法律战 或者外交战 那么最近这个是什么 总领事馆就外交战了 对吧 接下来香港牌 新疆牌 还有台海牌 南海牌等等 你仔细看看 他花那么多时间 打那么多台 发动那么多战争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给他简单的算一下 你看那个贸易战 贸易战从2018年年初开始 打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中了 从美国角度来讲 你今天如果去问特朗普 他蛮满意 他肯定不满意的 肯定不满意 对中国来讲 也没造成太大的麻烦和伤害 有 但是不是太严重 那么至于那个什么 科技牌 没错 科技牌是对中国造成 一大成很大程度的 麻烦或者伤害 但是话一说回来 对美国也造成伤害 这两败俱伤的 那么至于说其他什么牌呢 什么香港牌 新疆牌 容许我稍微夸张地讲 叫船过水无痕 玩了过去以后 没有把你当回事的 那美国现在又搞什么 签证的问题 收缩 紧缩中国人到美国的签证 或者是对美国 在美国留学的学生 添加很多各式各样的麻烦 或者什么总领事馆 给他关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伎俩 或者这些手段 突然显示出美国 真的是已经到了 钱驴技穷的感觉了 所以他可以用的牌 也就那么多 能够产生效果的牌 其实是只有一两个 而且这个效果的牌 对他造成本大的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今天终于不得不推出 一个新的玩意儿 叫做新冷战 那么这个稍后 我们还有一进步会展开 主要那个背景了 如果说打这么多牌 都没有办法达到美国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到底美国 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他美国还会打什么牌呢 先休息一下 精彩内容广告后见 欢迎回来 刚刚在上个阶段我们探讨 就是美国对于中国 是打了很多牌 但似乎都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石先生 我们进一步想请问 美国接下来还会打什么牌 他还有什么牌可打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首先必须先了解 美国打这个牌打那个牌 最终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要先把这点搞懂 我认为美国 今天打各式各样的牌 发动各式各样的战争 来对付中国的终极目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保护美国的霸权 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 那么他认为你今天的中国 已经开始挑战 威胁他的霸权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威胁 去之而后快 所以美国打所有牌 或者发动任何战争的目的 最终目的就是希望 讲白一点 就是把中国打回去 打回到20年前 甚至40年前的情况 让美国感觉到 你不会再对我产生 挑战跟威胁为止 所以那些牌未必管用 但是美国究竟有没有张牌 能够真正支付中国呢 对 我自己观察分析 我觉得美国现在 真正管用的牌 最多只剩下两张 一张牌叫做金融牌 一张牌叫战争牌 那所谓金融牌呢 简单地说就是美国 用来过去对付 所有他想对付的对手 各别的国家 或者各别的企业 而且都能产生效果的 那叫Swift 就是国际银行间的外汇支付系统 SWIFT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现在受美国控制 美国要切断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他对手的美元的交易行为的话 他完全可以做得到 所以美国过去针对某些公司 美国某些公司就投降了 针对伊朗 针对这个朝鲜 那么这个伊朗朝鲜就没辙了 但是我要说这一招 其实对这些国家或企业有用 对中国来讲恐怕未必管用 为何不行呢 因为现在有些传闻 是推测美国会使出这一招 对 一直都有这个传闻 但美国始终都不敢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中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 中国是最大的GDP老二 不要说了 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最大的贸易国家 最大的出口国家等等等等 所以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 都要跟中国买东西 也有很多国家要向中国卖东西 那么细节我今天就不讲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要切断中国 跟其他国家的美元交易的话 那么所有国家就买不到中国东西 所有国家也不能卖东西给中国了 这个情况一旦出现的话 天下大乱嘛 简直难以想象 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美国说是说 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顾虑 这确实是难以想象 也难怪美国不会轻易地 打出这张牌 对 所以美国不但是 不敢轻易打这张牌 而且美国真的打的话 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个 副作用或者是一个反效果 为什么呢 你想想 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了 那全世界很多国家 要买中国货买不到 买不到 但他又需要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想了想就到最后 只能用人民币了嘛 所以这反而会造成一种 违冤去遇 违从去却的一种反效果 我相信美国自己都已经算过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美国投鼠机器 还真是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您说 还有这一招就是战争牌 您认为美国真会动武吗 这种可能性 当然完全不能排除 但我这边天下 核武排除 因为大家很清楚 这个核武就是相互毁灭 所以这个排除掉 但是这个所谓的传统战争 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肯定是存在的 具体是如何操作 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我要提提三年前 2018年的时候 美国的智库 这智库叫兰德公司 对美国政府很有影响力的 他出版了一本书 这个书名叫做 《与中国一战》 冒号 想一想 那难以想象的战争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来谈谈 跟中国打仗 这个当然是你很难想象的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 去想一想了 那在这本书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延续我刚才那个逻辑 要把中国打趴 但是又不能引爆核战 但是又要能够产生效果 那怎么想着想去 刚才我们讲 什么牌其实都没用 我相信那篮子公司都算过了 最后比较可能一个办法 就在这个地区 比方在西太平洋 在适当的时候 发动一个局部性的冲突 军事冲突 那么这个局部性冲突 有可能造成中国大陆的金融 社会政治出现动荡不安 或者是资金外逃 那么如果这个冲击够大 美国再加把其他劲 也许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这本书我们当年曾经介绍过 所以我说今天再来把它看一看 还是很有启发性 所以听起来这个兰德报告 是让人难以想象 却又是言之有理 那么究竟整个形势 会否如同这兰德的 这个推测的剧本 继续演下去呢 我们请继续收看 评说新语 欢迎回来 石研生评说新语 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大战略家与大交易家 大战略家与大交易家 如何来理解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 兰德公司的报告 兰德公司的报告 与中国一战 想一想难以想象的战争 整个介绍 我刚介绍了 我相信各位听起来 都很合乎逻辑嘛 因为他想的各种方式 他目的是希望把中国 打回几十年前 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了 但是想来想去 什么办法呢 一个可能的办法 那就是常规战争 在中国周边地区 发动一个常规的军冲突 局部性的 那他的目的是 不至于引发中国 对美国的核报复 但是却足以产生一个效果 让中国大度内部出现 金融震荡 社会矛盾不安 政治上的不稳定 来自于资金外逃 以至于把中国倒退个 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 达到他这个目的 他这个逻辑 是言之成理的 但是我今天要说一句话 时间不对了 他那个报告是2018年出版的 距离现在三年了 他那个报告引用的资料 又在三年前 OK 所以大概五六年前的资料 当时他所做的论基分析 可能会得到那个结果 我们又可能有比较大的胜算 达到我们的目的 但是经过这五六年来 我告诉各位 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西太平洋军事能力 又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出现更大的消长 我相信今天 如果蓝特公司 同一批研究人员 做同样的模式的推估 可能得到的答案 就不完全一样了 因此他很可能 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所以说美国经过再三考虑 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那金融战争 Swipe的 他不敢对中国动手 他可以对别的国家动手 那军事冲突 有可能有刚才讲的各种顾虑 那么美国究竟会怎么办呢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基图的三个模式 一斗争 二合作 三交换 雅倩你刚才问过 有个问题 你说合作跟交换有可能吗 我的回答是 当斗争斗不下去的时候 就不得不想到 合作跟交换了 OK 美国跟中国都互相 都会想这两条路 那么合作跟交换 什么时候会真正出现 要靠机缘 合作要靠两国家 都有大战略家 交换要靠两国家 都有大交易家 所以我刚才说 这要靠机缘 至于这个历史 是不是往这个地方发展 我们一切都交给 事情来给答案 视频大家今天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今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